如果您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 引起了腰疼 腿疼 屁股疼 今天专家告诉你三招解决问题 首先第一 硬板床上休息 这是辅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第一步 也是必须的 即使你去医院 医生也会建议你先回家卧床休息 因为疼痛意味着您的腰痛 正处于急性的发作期 神经根也处于水肿发炎的阶段 卧床休息目的是减轻对神经根的刺激 有利于神经根的恢复 第二 在卧床休息可以服用一些药物治疗 第三 多数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在疼痛环节以后最好在床上锻炼 可以做一做像小燕妃 文桥这些锻炼 等疼痛明显环节以后就可以下床锻炼 锻炼的目的是增加我们腰背部的力量 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 避免腰椎间盘突出复发 再次出现或者加重疼痛